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 人参大转机 那今天这行情你会发现到 还是非常不错 你看加权指数 它还创下了历史新高 对不对 台积电还没过高 但是加权指数 你会发现它已经怎么样 它已经领先创高了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现阶段不是只有台积电 其他的权重股也相对的给力 对不对 今天包括联发科 联勇瑞育都很强 所以这个盘的逻辑 操作的思维 我讲了各位 你首先一定要先把位阶很高的 那个观念拿掉 你如果觉得很高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 股票都不要看了 就度假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 现阶段的行情怎么样 有一些个股明明涨很多了 但是后面涨完五成还有五成 涨完一倍还有一倍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要做 我的话我还是会跟着做 所以现阶段的思维 2月16号关盘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我们拉近一点点 我们看第一个就知道 我今天讲了 台积电不跌 目前的跳空缺口是很难回补的 所以你要换角度做思考 新阶段横盘过程里面 我讲这边会震嘛 他可能有创高 然后又拉回来 对不对 不是说今天创高 明天就一路涨 他有可能明天拉回来 所以这个都在新阶段的横盘 横盘过程里面 我讲的中小型个股 他会最飙 对不对 所以你要往中小型个股去看嘛 那现在市场缺什么 缺的就是COAS嘛 所以我就带你重压 你就会赚钱 来各位你看看543君豪 今天君豪 我请问你 第几根涨停的 开春以来 第三根涨停板 开春以来就四个交易日嘛 只有昨天没有涨停哦 昨天还甩教洗盘换手一下 今天又锁上去了 昨天的量好大 好多人觉得爆大量完蛋了 你看我节目我怎么跟你讲呢 我说小型还会再往50%去走嘛 对不对 今天会不到60%以上 这个都很难讲哦 因为目前整个市况 我讲的上半年 非常重要 一定是着重在设备概念股 有跟着我来的全部大赚 你们这一看君豪 短短这几天 我跟各位讲的 四个交易日 三根涨停板 我请问你 这样子的老师 值不值得你跟着一起来 你看一看老师 我讲了 你看他有没有实力 你看两天节目就好了 今天讲的 接下会不会印证 最好是隔天马上反应嘛 这种是最好的 新节目开播以来 我跟各位讲的君豪 为什么我就选他跟什么 跟自胜 有没有 今天自胜没有涨停 但还在创高哦 整个COAS 我跟你讲 就是停不下来 现阶段 这个市场 就是多头不停 我跟你讲 你要嘛 觉得很危险的 你干脆就不要做 度假去了 但是 你在度假的同时 你就会发现 很多股票又继续涨 等到你真的想回过来 来做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搞不好就泡沫了 那你又留下来怎么样 开始洗碗 这个我觉得不是各位你们要的 所以现阶段你要跟我一样的思维 现在很多人喊危险的时候 那就不会危险 当全市场一窝蜂跟你讲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危险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人在跟你讲要踩刹车 有没有 你还是看到很多偏空的言论 很正常 那就代表这个多头还没有过热 只要有人在踩刹车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有危险 这就好像什么 各位 很多人常在讲嘛 如果有一天看到 比丘尼也在 看盘炒股票的时候 在浩子里面的时候 以前是这样讲嘛 那代表过热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跟各位讲 还有人在比较偏空的言论 那就代表这个行情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的资金也不应该停下来 这个阶段 我告诉各位 不要去预设高点 因为我早就跟各位讲了 现在是AI 在改变金融市场 在改变全球的电子供应链 现阶段我跟各位讲 目前 还卡在哪里 还只是在所谓的企业段 企业段就是要提供伺服器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国际大厂 美国的四大云端厂商 都不断的在布建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布建所谓的AI伺服器嘛 这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威力就无穷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高速运算 他一定要用新的产品出来 所以这种H100 B100 这种东西都是新的 这个里面的供应链 你会发现 台北股市这两年就在涨这些嘛 对不对 这一些已经让很多的个股 辉达也好 美超围也好 广达伟创 都已经翻倍翻倍再翻倍了 我跟各位讲 这个只是第一个阶段 真正恐怖的 应该会是在第二个阶段 就消费段 当你整个企业 企业段 这种AI的建制完成之后 他要怎么回收资金 他一定是要 从消费段去做回收 所以未来会有所谓的AI 手机 AI 笔电 AI有关的汽车的零组件 甚至新的装置 AI pin 对不对 这个都是新的东西 新的需求 所以我跟各位讲 电子股玩不玩 唯一要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 消费段这一段走的不是很顺利的时候 就是说 AI 汽车砸了很多钱 但是消费者不买单 你到消费中央运用的时候 手机 笔电 汽车 这些新装置 没有人愿意买单的时候 这整个AI回过头来 他就会形成所谓大泡沫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后面还有很多可以玩 这个会不会失败 不一定嘛 成功的话 这个我的助理 每次 他只看到一半而已 上面我们也会更新一张 成功的话会怎么样 成功的话 整个台湾的供应链 会大翻身 继续翻身 这个还没到 这个可能2025年 所以2024年 这里到这里这个阶段 各位 就很多股票会标你知道吗 企业段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的个股没有涨完 所以你说台积电 我们回过来看台积电 你说台积电 哇这个缺口 709T要等多久 我跟你讲 如果是按照这个推背图来看的话 这个推背图来看的话 台积电你说要破千 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逻辑很简单 台积电现在涨的是 所谓的企业段的AI伺服器 你未来 AI手机 AI笔电 AI pin 里面所要用到的晶片 我就以简单律子来讲 联发科现在的AI晶片 他要不要靠台积电智能 智诚 要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AI伺服器 只是台积电其中的一小环而已 你们大家都知道 苹果过去的营收是占台积电两成 我请问你苹果有做伺服器吗 没有 他做手机而已 所以如果未来的AI手机 或是AI PC AI pin 新的装置 或是AI汽车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大的功能 全市场消费者都愿意买单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是台积电另外一个辉还的时刻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 长线还是非常好 短线有可能涨那么多会跌嘛 正常 但是以中长线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图如果推进是非常顺利的话 我跟你讲 台北股市里面还有很多的保障 可以让各位去做发掘 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行情的一个规划 那现阶段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 上半年要买什么 上半年要买什么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上半年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讲了 伪创广达今天会开法说 那法说一定会跟你讲说 COAS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对不对 那现在预计是五六月会顺畅嘛 那现在又传出来说 COAS的设备 产能好像有慢慢的 这个交货又开始慢慢缩小了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交货周期就缩短了 缩短的话呢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组装 它就会出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你神盾集团没有买到的 也不用紧张嘛 有没有 神盾去年很多人没有跟到的 没有关系 去年我也跟各位讲了 神盾集团的 所谓的训捷 安国训捷这些都可以注意 你没跟到没有关系 我想今年全新开始 可以注意什么 G2C加联盟嘛 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 君豪跟所谓的制胜嘛 有没有 我很早前跟各位讲 我讲的COAS 我想全市场布局最完整 应该就只有我而已 对不对 所以赶快加LINE 还没加LINE的赶快加LINE 小老鼠VIP588 搜寻ID直接加入进来 都可以直接进来 这个是不收费的 因为没有人LINE在收费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整个COAS的部分 去年我们从新云开始 150标到260 然后万论 这个地方也请你勇敢买进 那你看今天万论 万论其实也被分盘很久了 对不对 分盘很久了怎么样 今天照样创高 为什么 因为COAS需求 上半年是最旺最旺的时候 去年我在很多的这个媒体 媒体上 因为我上很多的财经媒体 很多人问说台积电 AI接下来布局什么时候 COAS我跟各位讲 我都常常跟各位推荐 就是要注意万论 就是要注意星云 对不对 那到今年我跟各位说什么 魏华科 有没有 当时短短不到10天41% 你现在回过头看魏华科 魏华科已经标到80%了 魏华科连续两天两根涨停 如果魏华科都可以标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讲的 我带给各位的君豪 带给各位的自胜 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 坦白讲魏华科 你从他货力面来看的话 他还只是在一个题材阶段 魏华科很简单 就是星云转投资的公司 星云接到了设备订单 他一些解决方案 他会跟魏华科合作 所以魏华科搭配这个题材 他就标上来了 如果魏华科都可以标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讲了 这两档是最恐怖的 在封关之前 我跟各位讲的自胜 我跟各位讲的君豪 自胜新春开红盘 开工第一个大红包 有没有 你有没有领到 你领到了 新春新节目开播 我一样告诉各位自胜 小心 这是怎么样 这会是今年最恐怖的COAS概念股 我有没有讲错 我说你可以不用去了解说 什么叫做暂时性的戒合机 这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不用理解 但是我讲 今年他的股名代号 你要特别特别的记住 为什么 你仔细去推销一下 他其实赚的跟星云差不了多少 但是目前来讲 星云的股价多少 200多块 2467的自胜 股价多少 100块出头 这个相比较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了 谁比较便宜 对不对 再加上整个他的集团里面 还有一只小标兵 叫做什么 叫做5443的君豪嘛 有没有 所以自胜一直狂标65% 那君豪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讲的就怎么样 一样会有机会嘛 对不对 连续两根两天掌停板 有没有 是不是两根掌停板了 新春开红盘 当天我跟各位讲 君豪特别注意 哥哥掌停弟弟会跟着上 有没有 这几天我一样跟各位讲君豪 在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我说他除了COAS之外 台积电要盖新的工厂 那种晶圆 自动化的搬运机 你觉得现在他会找人工来搬吗 不可能 那晶片一整组 动辄 几千万的东西 怎么办 人工搬运不行 一定要自动化设备 所以君豪除了COAS 晶圆平面研磨机之外 我讲他有自动搬运机的功能 台积电扩散也用得到 台积电的熊门厂 马上要开幕了 他不会停止扩散 台积电 光我们台湾南部要盖一堆 你知道吗 君豪开工领红包 然后继续上 有没有 你看开春以来第三个灯 我股票也没有换来换去 我不用跟其他老师做一样那么辛苦 这些股票跟着就是数钞票 我点钞机印钞机的功能 有没有看到了 君豪每天跟印钞票 有没有知道 咻咻咻咻咻 我希望你收得到 今天再送你一根掌停板 有没有 小心还会更强 为什么 因为他很低价 你拿他跟所谓的这个 魏华科做比较的话 他很低价嘛 对不对 再加上自胜 看回不回 我给你讲 这整理整理还会再创高 你信不信 这一些COAS设备概念股 就是你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中 你要锁定住的股票 这些股票 短线资金都在这里 有没有 我没有一大堆的股票 你跟着来就对了 接下来呢 月底喷射机 我昨天做的这个 有没有 很多人留言 我赖因为刚成立 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我发现大家的参与率 非常高 大概接近有八成 没有什么人在潜水 有潜水的可能是我 市场认识的一些朋友 可能自己家 那些人当然不会留言 但大部分投资人 回答的踊跃率非常高 大家参与率都非常高 昨天 有一个家族成员来找我 台北陈先生 他连续看了我三天的节目 他发现哇不得了 对不对 我的赤胜一直在飙 我的军豪也还在飙 昨天震荡还叫各位不要怕 今天马上印证 今天军豪又亮灯涨停 他相信了 观众朋友 你们看节目 你们一开始不可能完全相信我 对不对 你看着你看着 你到后面你会发现 越来越符合你预期的时候 你就会完全信任我 那我们就有机会 再更进一步的去做升华 对不对 台北陈先生就是这样子 他其实看了我其他节目也很久了 那他自己也稍微了解一些东西 所以当我在讲这个军豪的时候 他是非常认同的 他是非常认同的 那今天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他已经赚到了 他100张的军豪 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已经大赚了 所以他来找我 曾经 他说我今天稍微跟他聊了一下 他之前做那个什么币圈的 你知道之前 之前不是币圈风暴吗 比特币是最近好一点 他朋友跟他讲 他讲说买乱七八糟什么币 对不对 币圈这样东西就起一种行义 行那些不懂的人嘛 他也输了大概1000多万 他觉得人生有点有点非常的灰暗 他说他那一段期间过得不是很好 他今天这样跟我聊 因为加入又是清淡的客户嘛 所以就稍微聊了一下 聊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讲他过去投资怎么吃力 然后他最近看到我的节目 然后去买了这个军豪之后 他自己都有赚到钱 所以他决定怎么样 把赚到的直接当做会费给我 超级大咖 够阿萨里 那我接下来就带他重压什么 重压所谓的月底喷射机 月底喷射机 我今天讲哥哥跟各位讲他的故事给你听 目前AI伺服器组装 我跟你讲一定用得到 我讲了这个地方的操作 你要超超前布局 你一定要看得到未来 我现在我跟你讲 不见得明天会发酵 但是你要看到未来很远的地方 就如同年前我跟各位讲的COWAS 我当时我跟各位讲军豪全样谁理我 很多人还笑耶 老师啊 您军豪怎么样 对我讲了我讲了也没什么涨啊 但你看到现在的军豪呢 没有人会笑我 大家都觉得王老师好棒 对不对 我说唯有看到未来才有未来 所以这个赖族群 希望各位用力给他加起来 这个刚开始在充流量的时候 充人数的时候各位帮我多分享一下 有好朋友叫他一起来看 里面的讯息 我每天很认真的整理盘前的这些资讯给大家 我想都有一些参考的一个作用 那未来我的规划应该会更多 我会拍很多的片 产业面的东西 那上片的也没办法通知你 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就会起到这些作用 希望各位可以更了解这个市场 大家可以一起赚钱 一起达到财富自由 一起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我看到未来 我有看到未来才有未来 那未来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AI伺服器的组装会非常顺利 那它的产品呢 我跟各位讲全球只有四家厂商可以做而已 有没有寡占性 这就是我讲的 它有转机 它会营收大成长 为什么 因为参与的厂商很少 但你未来AI伺服器一定要用得到 广达、伟创、音叶达全部是它的客户 再加上目前产品 已经领先通过辉达认证 你要组装辉达的这个 AI伺服器 辉达要认可 对不对 全球不是每个厂商说可以做就可以做的 它在去年就已经通过认证了 但去年你说AI伺服器的需求量大不大 不大 因为 还是卡在COAS 那现在COAS会解决 所以一旦解决之后 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 所谓的这个 它的产品的使用量就会提高 未来还包括什么 AIPC 现在英特尔、联想 全部在采用它的产品 所以一旦AI伺服器的这个组装顺畅的话 我讲的股价 它未来要破百 piece of cake 我今天我这样跟你讲 你绝对不会相信 就像我跟各位讲 我70几块跟各位讲 自身会破百 你也不会相信 现在自身1110以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543的均豪 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会一根掌停板就结束了 到今天飙了三根掌停板 那接下来呢 除了月底喷射机之外 各位很多人在问 因为月底喷射机 毕竟价格比较高一点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客户都吸 都可以怎么样 可以买得起张数那么多 低价一点的有没有 来各位 均豪够低价吧 这一档更低价 请你一起来 集团子公司 现阶段已经飙了580% 这个集团会接棒 G2 G2C加联盟 他会无以止贵 超级同板价的股票 这离前波段的高点 还有五根掌停板 台积电南部扩厂 他也会受贿 想不想知道 今天一样 好不好 直接扫描加LINE LINE里面询问 小老鼠VIP588 或者是直接来电也可以 前10名有另外的神秘优惠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歡迎大家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还没扫描加入的 赶快扫描加入 甚至你可以帮我推荐朋友的 那各位也邀请他一起來 好不好 你有推荐的 你可以在里面留言 我有推荐谁来 好 那我们会特别的 service 给你一些东西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赶快加入 小老鼠VIP588 这个里面 我会提供一些独家的心法 以及一些操作提醒 甚至有一些标股的研究报告 那目前我想加入的 你每天早上都可以收到一些讯息 对不对 盘前的一些叮咛 我想这个对大家操作上来讲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帮助 而且这个里面的东西 我讲的全部都是免费的 好不好 欢迎各位 小老鼠VIP588 直接搜寻加入 或者是手机拿起来 直接扫描QR Code 好不好 把我的人数充一下 好不好 我希望最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突破1000人 那1000人的时候呢 我再来一个回馈大礼给各位 好不好 希望这一天我们赶快到来 那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想你有看我节目的 这几天 你可以发现到 王老师有没有那个实力 带着你赚钱 你看得很清楚 君豪 两根涨停 持续走高 股票震荡 震荡的标的 我也跟各位讲 我觉得来看好你就不用紧张 铃声也是一样 没那么早结束 好不好 创高后拉回几天 很正常很合理 因为你不了解 当整个AI 他如果走到所谓的消费段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用到麦克风 麦克风的封装 因为你未来AI 他不可能不用语音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后面的转机非常非常的大 这一种在拉回过程里面 你要找机会加码 懂我意思吗 找机会加码 整个AI的股票 他会轮 他会不一样 那你要特别特别注意 现阶段我讲了 COWAS绝对是首选 君豪 有没有 我所小心往50%走 你看今天一转眼40%了 对不对 那50会不会60 会不会不小心就一倍 很难讲 因为他现在还落后于魏华科 他有比魏华科差吗 没有 魏华科现在已经涨了80几% 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讲 有没有 2467的自胜 我想小心后面会更可怕 我这样讲你还是不敢买的 没有关系 你说老师我一定要买那个滴滴的 来各位 君豪第二 同版价的股票 集团子公司已经飙580%了 母乙子贵 离前波段的高点还有五根掌停板 所以要闭着眼睛买 台积电南部国产他绝对受惠 今天很简单 好不好 扫描加入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指定要君豪第二的话 欢迎各位 我自愁一点 请你多多包涵 打加一君豪第二 就那么简单 现在手机是响不停 直接打加一君豪第二 因为我有个后台 现在后台一直在想 加一君豪第二 这篮股票跟着我一起来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推荐翻新枝个别有价证券 恢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展坚部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鲜盛评估 并助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